信仰能够使生活美化 一个有信仰的人 内心是充实的 信仰可以进化我们的身心 增进我们的道德 升华我们的人格 我们对好人好事 对道德 因果 对慈悲 乃至对父母 朋友及家庭 社会 都能产生信仰 并具足信心 彼此的关系 就会和谐 这时候西菩提就 又很纳闷 为什么会这样 他说西菩提 以诸菩萨不受福德 菩萨 这西菩提就问他 问释迦牟 世尊迎合菩萨不受福德 西菩提 菩萨所做福德 不应贪着 世故说不受福德 是叫你不要贪着 不是没有 所以其他宗教他也很好 但是他会有一种 有一种怎么讲 投资报仇利 我做多少 一定有多少 但英国上一定有 像达摩祖师 当年来的时候 梁武帝就问他 正造桥铺路 共和宅生 渡很多出家人 造桥铺路又盖寺庙 有什么功德 他说实物功德 因为那是什么 你着在有像 那是有肉的福报 佛法在这个地方是稍微比较 稍微 无分别中的分别 很勉强看起来是比较高一点 就是说除了你说 好心意义 就我们刚讲的 还有好行 你化了菩提心以后 菩萨道要走 不是说我已经有发心 我想要成佛要度众生 结果都没做 所以佛教是很入室的 可以怎么讲 你看 以这个四大菩萨 观音菩萨 大悲 这个文殊菩萨 大智 这个菩萨 福建菩萨 大恨 地藏菩萨 大宴 他只会悲至宴行 你有慈悲 跟智慧你会产生 要怎么去做 就发了一个很大的宴 你发了大宴以后 就要去做 信仰能使生活美化 一个有信仰的人 内心必然是充实的 眼中所看到的世界 也是祥和的 十方新闻记者 赖伊荣台北采访报导